第七章 忽耀 在赞叹秦宇背后势力大的同时 柳明汉和柳家家主心中都有些无奈 开口就是极品原零食 而且还要多少块 须置一块极品原零食就相当于一百万 他柳家倾家荡产又能有多少极品原零食 极品原零食一块就价值一百万 柳明汉无奈道 秦先生 平常我们家族没有多少人奢侈到使用极品原零食 所以家族内上品原零食不少 极品原零食却没几块 柳家如今的资产也就一亿左右 平常消耗都是下品中品原零食多 偶尔消耗上品原零食 至于极品原零食消耗不起啊 柳先生 唉 秦宇叹了一口气 你送我一个星际地图也是帮了我大忙 我个人也出两块极品原零食送给我师叔 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当然低于十块就不要给我师叔了 那么少是入不了我师叔演的 柳明汉和柳家家主相识一眼 二人也不知道是否在先世传音 在秦宇身后的朔雁和葬元 二人脸上肃目 实则心底却是笑开花了 秦宇出两块极品原零食给他师叔 不过是左手给右手而已 爷爷 应该果断一点 只要那个盐高死了 不单单这一次 我们可以得到传送阵掌控权 只要我们投靠御剑宗 连下一次 我们也能够得到 柳家家主先识传音 劝说柳明汉 这种大事决策上 最后 还是要靠柳明汉拿定主意的 柳明汉心中在挣扎 忽然柳明汉投一台 到 秦先生 你能不能给个底 给我 差不多需要多少极品原零食 能够打动你的诗书 显然柳明汉 已经做出了决定 秦宇心下满意 多少啊 秦宇成音片刻 我的诗书 如今炼制的秘宝 需要极品原零食极多 我看 如果有个二三十块 可能就比较大了 当然如果超过五十块 那十有八九能成 如果一百块 绝对能够让我诗书答应 秦宇 说出这个数字 也是看着柳家资产的 柳明汉点了点头 好 秦先生 极品原零食 我们家族没有几块 请容我回去想想办法 过些日子 再来麻烦秦先生 好说 好说 我得了这蓝湾心域的地图 又岂会不帮助你们 秦宇笑着说道 随即柳家家主 柳明汉二人便 离开了秦宇的住处 柳家议事厅内 拜见大长老 一名胖胖的中年人 对柳明汉恭敬行礼 柳明汉深息 一口气道 云帆啊 我柳家这些年的经商方面 也都是你进行的 如今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要交给你 大长老请吩咐 而是掌有实权的长老 整个柳家的商业 都是由他控制 这里有不少上品园林石 也有极多的中品园林石 我想让你尽快将其兑换成 极品园林石 柳明汉直接将自己的空间戒指 交给了柳云帆 柳云帆一呆 一个家族的财富 一般是放在大长老 家族组长的空间戒指 以及仓库之中 特别大长老的空间戒指 内部的财富 最起码赶上家族的三分之一 这里差不多有3000多万 你尽量换取极品园林石 能换多少换多少 柳明汉真重到3000多万 按照比例 能够换取三十几块极品园林石 大长老 这么一大笔 一口气的换 拥有这么多极品园林石的人一般 懒得换 那些高手不想要差的园林石 而功力差的人 却没有极品园林石 如果找一些势力兑换 别人会提高比例的 可能1 110 柳云帆连忙到 不如我们延缓一下时间 慢慢兑换 虽然公开的比例是1 100 但是要有人跟你换 如果没人换 你只能吃些亏 比如 传讯林珠的公开价格 只是十几万而已 可是传讯林珠制造麻烦 一般市里几乎不外卖 也有的宗派会卖传讯林珠 但是却离这里很远 到了这价格 却上涨到30万 这是同样的道理 尽快吧 稍微吃些亏也就算了 重要的是 必须换成极品园林石 大长老柳明汉坚定道 既然大长老都如此说了 柳云帆还敢说什么 当即恭敬道 云帆定不会让大长老失望的 随即便接过了这笔巨大的财富 大长老柳明汉 根本不担心这个柳云帆 敢带着巨款逃掉 因为 身为柳家掌管钱财者 早在一开始就必须 对天地立血世以保其忠诚 对天地立血世 那可是极重的誓言 一旦违背 估计会立即应试 日子一天天过去 整个柳丰城东边的 一座占地极广的宁静庄院 竹园被柳家送给了秦宇 秦宇等人 以及柳寒书都入住其中了 送竹园的同时 还附送了一群侍女护卫 同时柳家还严令 任何人不得冒犯竹园主人 这使得 无数的柳丰城的人 议论纷纷 都议论 这个竹园主人 到底是和方神圣 竹园内 柳家家主 柳明汉二人 在侍女的带领下 穿过亭台走廊 步入一片禁忌的竹林 随后来到竹林中央的池塘旁 此刻秦宇正坐在池塘边 静静钓鱼 呦 鱼上钩了 秦宇一提鱼竿 一条活蹦乱跳的 约摸三斤重的大鱼 被秦宇给钓了上来 柳先生 柳家主 我钓了好一会儿 都没钓到鱼 你们一来鱼就上钩了 你说其不奇怪 秦宇将鱼竿放在一旁 随即站起来 走向一旁的石凳 对柳明汉二人笑着说道 是秦先生运气来了 挡也挡不住啊 柳明汉笑着道 朔烟 赃源早在一旁暗笑了 鱼上钩 现在不正是来了两个大鱼吗 坐 秦宇坐下后便招呼二人 此刻一旁的侍女当即奉茶 这石桌乃是圆形 周围有三个石凳 秦宇 柳明汉 以及柳家家主 更好坐那三个位置 喝了一口茶 秦宇瞥了二人一眼 随即放下茶杯道 距离上次见面有两个月了吧 这次二位前来 想必这个极品圆灵石 是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柳明汉当即道 秦宇点头叹气道 只是二位速度 有点慢啊 我这师叔 最近一直在忙收集 极品圆灵石 据我上次了解 如今我师叔 所拥有的极品圆灵石 距离他炼制秘宝 所需要的极品圆灵石数目 差距不大了 也不知道 如今我师叔 如今收集齐了没有 如果收集齐了 估计即使有极品圆灵石 也没有办法了 柳明汉和柳家家主 脸上表情僵住了 他们想想也明白了 对方师叔要炼气 需要极品圆灵石 自然会收集 以对方师叔的实力 收集起来 速度应该还是很快的 你们也知道 单单钱财是无法打动我师叔的 我正是因为知道我师叔 要炼带秘宝 需要极品圆灵石 才告诉二位 筹集极品圆灵石的 只是现在 秦宇叹了一口气 现在不行吗 柳明汉询问道 别着急 带我去询问一下我师叔 这个时候 秦宇装模作样的 直接取出了那传讯灵珠 实际上 秦宇根本没有传讯 但是样子还是要做的 安静 池塘边 安静的只听着竹林的 沙沙声 柳明汉 柳家家主秉析等待 死死盯着秦宇脸上表情 妄图从秦宇脸上表情看出 秦宇和他师叔交流的情况 过了许久 秦先生 怎么样了 你师叔怎么说 柳家家主第一个出声道 秦宇呼了一口气 乐呵呵道 还好 我师叔收集兰灵灵石 耽误了不少时间 根本没来得及收集 极品圆灵石 看来还有希望 对了 你们带了多少极品圆灵石 秦宇随意问道 柳明汉咬了咬牙道 四十块 秦宇心中一喜 脸上却不露声色 哦 四十块呀 看来有八九成把握 师叔对我还是很爱护的 我出马劝说 师叔应该会答应 柳明汉和柳家家主 都心中疼得要命 四十块极品圆灵石啊 这接近他柳家一般的资产了 这四十块 还是让柳云帆紧急兑换 外加柳家原本有的几块加起来 才凑了这四十块 两位请在竹园休息几个时辰 现在这个时分 我如果预料的不错 我师叔可能要休息了 他现在所在的 星球正处于中午 一般傍晚的时候 我师叔心情最好 谈事情成功率最高 二位请等待 秦宇笑着说道 应该应该 柳寒书二人听到傍晚谈事情 成功率最高 还有什么不答应的 这四十块极品圆灵石 柳明汉二人也有些矛盾 他们现在不放心 将这四十块极品圆灵石给秦宇 担心秦宇会欺骗了他们的宝贝逃走 但是不给的话 又担心秦宇生气 二位请休息吧 呵呵 这极品圆灵石 暂且不着急 带着我师叔前来的时候 你们再亲手交给他便是 由此 你们便知道 我可是没看你们一点 秦宇笑道 我们当然不会怀疑起 秦先生 柳明汉二人忙到 随即这柳明汉二人 被秦宇忽悠地去休息了 而秦宇本人呢 只是笑眯眯地钓鱼 张元和朔宴二人 只是彼此传音谈笑着 随着到了大概时间 秦宇装模作样地 拿出了传讯灵珠 然而便对侍女道 好了 让柳家家主二人过来吧 是 大人 那侍女恭敬道 仅仅片刻 柳明汉二人便出现了 怎么样 柳明汉第一个出生道 秦宇笑容灿烂 大功告成 柳明汉和柳家家主相视一眼 随即都忍不住大笑了 起来 我柳家从今以后 就是风月星第一家族了 柳明汉 柳家家主二人都是强忍激动 也显得很高兴 师叔他也在银贤心系 他一和我谈完 会直接通过传颂阵 赶到风月星 随即会施展大挪移赶过来 很快 半个时辰内绝对能报 半个时辰 柳明汉二人脸上笑容 郁家灿烂 如果能够杀了严高 严家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两位 我当初说了 我个人会附加两块极品原零食 这便是我的两块极品原零食 你们到时候 和你们那四十块 一起给我师叔吧 当然不必说 有两块是我给的 秦宇笑着递出了两块极品原零食 柳明汉二人看到 秦宇递出 这两块极品原零食 还不让他们告诉那个师叔 心中都不由有些难以置信 他们想不到这个秦先生 果真如此一起 不 这 这怎么可以 柳明汉盲拒绝道 你们收下 不收下就是不给我面子 秦宇一负要发怒的样子 柳明汉二人 只能无奈接下 只是心中也不由更加感激秦宇 只是过了大概半个时辰的时间 嗯 差不多了 秦宇心中暗自计算 随即心中一动 只见竹园上空 凭空出现一个长袍冷俊男子 背负一把仙剑 秦宇盲起身 拜见师叔 柳明汉二人抬头看到 剑仙蓝风 都连忙起身 恭敬道 晚辈柳明汉拜见前辈 失职 42块极品原零食 杀一个六级精仙的剑仙是吧 剑仙蓝风一副冷酷模样 对 柳先生 将极品原零食交给师叔 秦宇盲 看向柳明汉 柳明汉此刻 已经感受到 剑仙蓝风那气息 单单那灵力的气息 绝对超过他所见过的盐高 自然信心十足 当即手中一挥 42块极品原零食 凭空出现 42块极品原零食 前辈请收下 柳明汉恭敬道 剑仙蓝风一挥秀 收了这极品原零食 淡然道 我既然收了你的极品原零食 便会杀你所说的那个人 将他的情况告诉我 秦宇此刻脸上 却有了一丝喜色 42块极品原零食到手 自己的剑仙傀儡 也可以尽情使用一段时间了 而且 马上不要去盐家了 那个盐家的极品原零食 怕是不会少吧 第12集 秦宇第八章三十六军 前辈 那盐高是一名六级精线的剑仙 是风月星盐家的大长老 这盐家除了盐高之外 其他人根本不值得一提 但是有一点前辈需要注意 这盐高乃是御剑宗门下 柳明汉恭敬地说道 御剑宗门下 剑仙蓝风眉头一皱道 这御剑宗是何宗派 而一旁的秦宇心中 却是略微有些恼怒起来 这个柳明汉一开始不说清楚 现在才说 是 前辈 柳明汉继续道 这御剑宗在仙界宗派中 只是一个小派 只是那御剑宗宗主 不是普通人物 他可是一级悬仙的剑仙 一级悬仙 剑仙蓝风脸色异冷 秦宇心中开始怒骂了 一级悬仙的剑仙 自己的剑仙傀儡 不过是九级精线的剑仙 须知 这九级精线 是不会太在意的 前辈杀了颜高 也不会有人知晓 这点 我们可对天发誓 柳明汉盲说道 他看出来了 对方对于一级悬仙的剑仙 还是有些范畜的 哦 剑仙蓝风点头 随即冷声道 有什么事情 都给我说清楚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你瞒我没说清楚 惹了什么祸事出来 小心我直接将你柳家给灭了 柳明汉身体一颤 以对方能够杀死 六级精线剑仙的实力 要灭柳家 的确简单 柳家家主忽然道 有十八帝 三十六军 而这个玉剑宗宗主 好像就是三十六军之一 羽皇 秦宇听到这个字眼心中 便是一颤 来到仙魔妖界这么久 终于得知了羽皇的一些势力 失职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又牵扯到羽皇了 剑仙蓝风对秦宇喝道 秦宇盲攻身道 师叔请容我问清楚 随即秦宇冷视柳明汉 柳家家主二人 二位 有什么还是完全说清楚的好 别 藏藏眼眼的 感受到 秦宇和剑仙蓝风的愤怒 柳明汉心中闪电般思虑 随即连忙出声道 二位 羽皇 那可是仙界至高的人物 麾下十八帝 三十六军 也都是玄仙级别高手 那遇见宗宗主 身为三十六军之一 岂会为这里的小事忙活 更别说羽皇陛下 会关注这里的小事了 所以请二位放心 柳先生 我对这羽皇很好奇 你跟我谈谈这个羽皇的事情 秦宇忽忽然说道 柳明汉很奇怪 只要是仙人 哪个不知道羽皇的 他甚至于怀疑 秦宇是不是从小就在 某个地方一直闭关苦休 对外界事情一概不问 但是秦宇既然发问了 他还是很老实地回答 仙界有近乎二十个心域 其中有三大至尊人物 羽皇 玄帝 清帝 不过三人加起来的势力范围 却是连仙界一半都不到 柳明汉笑着说 这仙界内仙帝高手不手 各自占据了一部分势力 那些人势力范围虽然不如羽皇等人 但是加起来的势力范围 却是超过仙界大部分了 秦宇心中明白 这仙界还是很混乱的 三大至尊人物 也只是覆盖小部分仙界区域而已 比如这蓝湾星域更是混乱不堪 银贤星系是属于羽皇麾下势力的 可是其他星系属于其他势力 有清帝的 有玄帝的 也有一些其他先帝 甚至于还有魔帝的 总之很乱 秦宇仔细听着 他对仙界势力根本就是个瞎子 什么都不知道 看来这仙界 就是羽皇他们三人实力最强了 秦宇感叹道 柳明翰一瞪眼道 秦先生 你这话就错了 看来你平常总是闭关苦修 不闻这仙界各种事情吧 呃 对 对 秦宇只能如此应对 柳明翰感叹道 论个人实力 羽皇 玄帝 清帝可能排在仙界前几 但是却 不能说 他们三个最强 在仙界 有不少超级高手 根本懒得占据大的势力 有些超级高手 实力绝对不下于羽皇等三人 秦宇心下恍然 有人喜欢成为一方诸侯 但是有人却喜欢逍遥自在 羽皇等三人 只能算是争权夺利中 实力最强的三个 论个人实力 赶上他们三个 估计也有一些 想当年 那逆阳先帝纵横仙界的时候 羽皇等人还不是在一边 柳明翰感叹道 可惜啊 逆阳先帝这些年 销声匿迹了 秦宇一笑 许多人还不知道 逆阳先帝已经死了呢 逆阳先帝实力是强 据说还能够利亚宇皇等人 但是 他曾经也有一败 那一场大战 可是文明整个仙魔妖界啊 柳明翰身为一个金仙 而且是一个家族的大长老 对仙魔妖界一些传闻 还是知晓不少的 逆阳先帝被击败 被谁 秦宇好奇了 逆阳先帝 八级悬先 而且是攻击力最强的剑仙 同时这剑仙功法 还是破天剑绝 并且辅制于神器破天 防御也有黑宁雪神器战衣 他被击败了 对 而且战场就在我们蓝湾心域 柳明翰声音高昂了起来 蓝湾心域 秦宇心中开始好奇了 起来 到底谁能够击败逆阳先帝 柳明翰脸上充满了骄傲 击败逆阳先帝的 那是我蓝湾心域 所有人都尊敬的 一位超级高手 站在仙魔妖界巅峰的绝对高手 人称影帝 影帝 秦宇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蓝湾心域 作为仙界和魔界交接的一个心域 但是仙界一方和魔界一方 柳明翰说话铿锵有声 秦宇心中不由感受到 这个影帝的威慑力 影帝在 蓝湾心域则不乱 只是影帝懒得 争权夺利 他自己也就住在他的家乡 一颗园林之气 极为浓郁的星球 影帝星 这个星球 原来的名字 早就被人忘记了 现在被所有人成为影帝星 柳明翰脸上 有着无限的崇拜 秦宇也不由钦佩这位影帝 能够击败逆阳先帝 在 仙界怕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却不贪丝毫权力 影帝星上高手如云 影帝本人 就有一些悬仙级别的好友 还有一些他们所说的弟子 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高手 影帝星 虽然只是一个星球 但是 却没有一个人敢来冒犯 柳明翰感叹道 影帝星和我风月星 同是一个星球 但是论地位 却是天差地远啊 秦宇一笑 拿风月星和影帝星比 人家一个星球先帝级别高手 都不知道有多少了 怎么比影帝星 秦宇心中有了一丝向往 这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星球啊 在影帝星 没有达到先帝级别 就只能老老实实的 否则 柳明翰一笑 就连羽皇 玄帝等人 也曾经拜见过影帝 哦 这消息是我听说的 不知道真假 人一般都有归属感 这柳明翰 便为自己蓝湾星域 能够出一个影帝 而感到自豪 从这柳明翰说话的字词剧中 能够清晰感受到 他的自豪骄傲 影帝星 有机会 可要去看看 秦宇将这个愿望记在心中 或许等 找到了自己兄弟 搞清楚烈的事情后 可以和自己的兄弟等人 去那影帝星逛逛 其实 无论是羽皇 还是影帝 甚至于羽皇麾下的十八帝 三十六军 都是高高在上的人物 我们金仙根本和人家没法比 柳明翰自嘲一笑 秦先生 你可知道 银贤星系的玄仙高手 有多少 金仙高手 又有多少 不知 秦宇摇头 整个银贤星系 人所共知的玄仙高手 只有一个玄仙宗的宗主 而金仙高手 却有数万之多 你现在能够感受到 金仙和玄仙的差距吧 柳明翰笑道 秦宇还真是 被这个数据震了下 那天仙呢 秦宇继续问道 天仙 柳明翰遗政 这个 仙魔妖界的随便一个有人星球 天仙都是数千 甚至于过万 整个仙魔妖界的天仙 那根本是数不胜数了 秦宇心中稍微计算下 也感到这个数字的庞大了 前辈 秦先生 你们现在能够感受到 先帝的高高在上吧 杀了一个颜高 那遇见宗宗主 岂会在意 柳明翰笑着说道 失职 可以送客了 这个颜高 近期 我会取其性命 剑仙蓝风 淡然说道 是 师叔 秦宇恭敬道 随即将柳家家主 以及柳明翰二人 送离了竹园 这柳明翰二人走的时候 还拜托秦宇 尽量早些办妥此事 带着二人离开 秦宇和剑仙蓝风 直接进入了一修炼的密室 修炼密室之内 秦宇盘膝坐下 而剑仙傀儡 只是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 朔宴 赃源二人 则是在密室之外守护着 朔宴 赃源 从现在起 你们必须小心在密室之外护法 如果有什么要事 直接通过心念通知于我 秦宇直接下令 是 主人 朔宴 赃源二人攻身应命 秦宇盘膝坐着 灵魂融入了流星泪 竟然直接离体 飞入了剑仙傀儡之内 灵魂离体 其实达到洞虚期的修真者 就可以让灵魂融入原音离体了 而秦宇如今功力远远超过洞虚期 灵魂早就凝食 融入流星类离体 也是轻而易举 离开本身肉体 秦宇的灵魂 进入了剑仙傀儡之中 平常只是靠一缕意识控制剑仙傀儡 而如今整个灵魂进入剑仙傀儡之中 控制起来则更加轻松 并且攻击起来也更加灵活 秦宇感受着剑仙傀儡的身体 不由感叹其兰叔的厉害 随后秦宇灵魂融入天地 直接施展开瞬移消失在了密室中 而密室中 秦宇本身肉体也消失不见了 那肉体已经被秦宇收入了清宇仙傅内 整个密室只是空荡荡的而已 幸亏没人进来 论坚韧 秦宇本尊身体虽然强 可是却远远不及这剑仙傀儡身体 这剑仙傀儡身体坚韧程度 可是感超神器的 岂是开玩笑的 柳峰城的夜空中 一道身影 凌空而立 仙剑等 可以变长变短 这身体看来也可以 秦宇心意移动 顿时整个身体硬是被拔高了五六公分 脸上也出现了一道剑痕 这么强悍的身体 想必飞行起来 速度也很快 秦宇脸上满是笑容 忽然柳峰城的夜空中 空间一颤 秦宇整个人便消失了 一个呼吸 秦宇出现在了阎山城的上方 这并不是顺移 而是直接靠速度 剑仙傀儡的身体 比我的本尊身体 强忍何止千百倍 这速度也提高了十倍不止啊 秦宇不由感叹道 随即收敛了心情 俯视下方的阎山城 这阎山城明显占地 比柳峰城要大上不少 这阎家的宫殿明显 华丽的多吗 手下也多的多 秦宇一下子便发现了 这阎家家族所在的一块巨大的区域 一个家族统一建造的房屋建筑 自然有其明显特征 如今已经是夜晚 整个阎家各处宫殿 是灯光明亮 不少人已然在家中静修 还有些阎家子弟 在大街上闲逛 同时还有一对对 身披铠甲的护卫 不断巡逻着 惨了 秦宇忽然苦笑 他根本不知道 那六级金仙阎高的所在 那柳明汉等人 以为秦宇的诗书 实力远超六级金仙 自然可以用仙石找出阎高 可是秦宇使用的剑仙 回来 灵魂 还是秦宇本身的 让他发现六级金仙 难 唉 原本想要只对付 阎高一人的 看来 现在要连累阎家其他人了 去挑一个不顺眼的抓来问问吧 秦宇自叹一声 随即 整个人瞬间出现在阎家的街上 开始轻松地闲逛着 秦宇的目标 功力六级天仙到九级天仙左右的 阎家之人 看谁不顺眼 就抓来 第十二集秦宇 第九章 事情有变 宽敞的街道 是灯火通明 人来人往 对于修真者而言 睡眠可有可无 这夜晚 自然有许多人在街道上逛着 或数个好友相聚 或一个人独来独往 秦宇便是其中之一 走在街道正中 秦宇整个人反而沉浸如逛 这美丽夜市中 要杀眼膏也不急在一时 秦宇全身心享受着心情的愉悦 街道上 或是俊男 或是美女 或是孤傲之人 或是凶悍之人 什么都有 毕竟修真者 可以变换容貌 好灵秀的一个女子 秦宇看着不远处的一个绿衣女子 心中也不由赞叹道 秦宇也只是欣赏的角度来赞叹而已 小姐 风月星的美酒飘风红茶 可是一绝 我们进去尝尝吧 绿衣女子旁边的一名峭壁 建议道 绿衣女子点头笑道 也好 随即这二人便步入了那茶楼 飘风茶楼 飘风红茶 果真如那婢女所说的 一般是一绝 秦宇老远 便听到了那声音 心下也好奇 随即便步入了这茶楼之中 只是在步入其中的时候 秦宇眉头微微一皱 有人在暗中 注意我 秦宇心中一动 灵魂和流星类 融合为一皱 秦宇灵魂的感觉非常灵敏 虽然灵魂境界 如今只是八级天仙左右 但是就是 二级惊仙的柳明汉 看秦宇一眼 秦宇也能够清晰感觉到 然而刚才偷看秦宇的人 秦宇只是隐约有那个感觉 秦宇不懂 神色地进入了茶楼 在街道上 一名老者淡淡抄茶楼扫了一眼 心中却是暗倒 茶楼中功力最高的一人 实力接近八级天仙 对小姐没有危险 茶楼内 飘风红茶 看来也是有钱之人 享受之物 一壶价格竟然高达一百 这可是一块中品原零食 混的一般的天仙 估计都不会如此奢侈吧 秦宇看到这飘风红茶的价格 心下也不由一惊 这 飘风茶楼内人不多 只有八人 但是近乎所有人 都是天仙五级以上 唯有那个绿衣女子 功力最低 只有一级天仙而已 她的婢女 都有七级天仙境界 端起 茶杯 轻轻闻了闻 那一丝茶香 沁入心皮 绕在心头许久 才缓缓消散 果然好茶 单单茶香 就有如此奇笑 也是让秦宇不由赞叹道 旁边的侍者出声道 公子 看来是外地人吧 秦宇欣然点头 看向这侍者 侍者继续道 风月星唯一出名点的 就是这飘风红茶了 整个银贤星系 只有两个地方出产 飘风红茶 一个是 风月星 还有一个便是 红月星 当然我们风月星的产量很少 远远不及这红月星 自然也不及这红月星繁华了 风月星地方小 这价格自然也就低 飘风红茶 在这一壶 只有一百 而在红月星 则有两百 而在仙界 魔界的心域 飘风红茶的价格 高达数千之多 试者自豪地说道 说的 对 我们那飘风红茶一壶 就价值五百 可是喝起来 还远远不如这里的飘风红茶 小姐 你说是吧 那边的峭壁 对那绿衣女子说道 秦宇还还品了几口 这茶楼里 有多少飘风红茶茶叶的存货 我想 买点 秦宇出声道 试者眼睛一亮 忙道 公子稍等 我去请老板 那老板来了后 秦宇根本懒得讨价还价 直接花费了12块上品原零食 将这茶楼的存货买下 九成 只剩下一成好让茶楼 暂时应付招待客人 买下后 秦宇便静静品茶 三地 飘风红茶 你这还有吗 在茶楼内 最忌讳大吵大闹 刚才出生之人走入了茶楼 是一名潇洒的中年人 那茶楼老板走了出来 摇头道 大哥 刚才飘风红茶的茶叶 差不多卖光了 我这里也没有多少了 我还想到 你哪里去弄点呢 那中年人皱眉道 我这也没了 你也知道 大长老最喜欢飘风红茶 等他一出关 必定要用这飘风红茶 可是我跑了几个地方 竟然都没存货了 看来 要去红月星一趟了 风月星虽然为飘风红茶 其中之一产地 只是风月星的产量太少了 只勉强够自己星球人 使用而已 红月星 来回路费 还有那边价格 可比我们高两倍啊 茶楼老板皱眉道 那中年人无奈道 为了大长老 这点钱财就算了 茶楼老板思虑片刻忽然 走向秦宇 公子 刚才卖你的茶叶 可否归还于我茶楼呢 当然我可以归还 那十二块上品原零食给你 秦宇眉头一皱 有这么做生意的吗 公子 在下延武桃 这茶楼也是严家 产业 希望你能够给我严家一个面子 旁边的中年人也走了过来 当然价格可以再谈 十五块上品原零食如何 刚刚卖出去的东西 现在反过来 哟 你看我像缺钱财之人吗 秦宇反问道 随手拿出十二块上品原零食 买茶叶的人 会在乎那点钱财吗 严武桃和茶楼老板一致 你刚才说你大长老闭关 秦宇忽然醒悟过来 这二人说自己是严家之人 又说什么大长老闭关 很显然 这个严家大长老闭关了 严武桃当即道 对 大长老闭关了 但是他一出关 必然要着查验 你能不能可爱呢 闭关了呀 秦宇心中了然 随后也不顾严武桃 和那茶楼老板 直接走出了茶楼 唉 公子 严武桃二人在后面再喊 也是无用 走在街道之上秦宇 心中有点无奈 刚准备去找那个大长老麻烦 没想到这个大长老就闭关了 嗯 且去看看闭关之所防御 如何 对 抓个人问问 秦宇眼睛一亮 随即身形一晃就 直接消失在大街上 严武桃心中很不爽 刚才在茶楼上秦宇 那冷漠的态度 让严武桃非常生气 他真的想要直接将秦宇杀死了事 可是他发现自己 根本无法探查出秦宇实力 显然 秦宇比他强 再联系到秦宇大手大脚 可以看出 秦宇是那种既有钱 又有实力的人 所以严武桃一直忍着 毕竟严家的势力 只是覆盖一个星球而已 根本惹不得大人物 严武桃 对吗 一道声音忽然响起 谁喊我 严武桃一愣 忽然严武桃就感到 整个人头一晕 变什么都不知道了 有流星类的帮助 施展这迷魂之术 更加容易了 秦宇轻松地 便控制住了严武桃 一来二人实力 有不小的差距 二来秦宇 如今已经可以利用 不少流星类的功效了 告诉我 那大长老什么时候闭关的 秦宇询问道 严武桃双目无神 机械道 大长老在三日前闭关 但是大长老说过 这次闭关时间应该不长 事情如果正常 估计十天半月左右 秦宇满一点头 如果只是等个十天半月 秦宇倒是不急 当然 能早一天解决 自己也轻松 那大长老在什么地方闭关 秦宇继续询问道 秦宇看严武桃此人 也是天仙舞级 估计地位在严家 还是比较高的 应该知道不少事情 严武桃继续机械道 再见仙殿 见仙殿 秦宇听到这个名字 便感到不妙 房玉如何 这建仙殿 乃是大长老的宗门的几个师兄 联手布置的 威力极为的大 大长老曾经非常自信地说过 就是八九级的金仙剑仙 想要破开建仙殿 都不大可能 听到严武桃所说 秦宇有点烦了 严高的师兄 应该就是御剑宗的弟子 严高是六级金仙 他的几个师兄 怕是实力不下于他 几人联手布置的防御禁止 要防御八九级的金仙剑仙 也有可能 秦宇并不知道 严高的师兄 最强的 都已经达到九级金仙的金仙 几个师兄弟 联手布置一个 防御八九级金仙剑仙攻击的禁止 那还不是简简单单 哦 严家的家主是谁 功力如何 秦宇继续问道 秦宇现在倒是打起了 这个严家家主的主意 要知道 一个家族的财富 会分在三个地方 一部分 放在功力最高的人的空间戒指内 一部分放在家主的空间戒指内 最后一部分 放在家族仓库内 严高闭关了 先去对付严家家主吧 严武桃继续道 秦宇心下轻松 一级金仙 还不是守道秦来 严徐兰是剑仙吗 你严家有几个剑仙 秦宇继续问道 不是 家主修炼的是家族的功法 我严家如今只有三个剑仙 一个是大长老 还有两个都是天仙级别 严武桃回答得很详细 秦宇心下满意 好了 你可以睡下了 秦宇淡然道 随即飘然而走 严徐兰 严家第二高手 也是如今严家的家主 居住的宫殿 也是极为繁华的 护卫成群 客亲高手 也是居住在周围 防御极为严密 寝宫床上 严徐兰盘膝坐于床上 手中则是握着一颗上品园灵石 不断地吸收着上品园灵石的能量 进行修炼 看严徐兰一双剑眉 也是一个帅气的男子 严徐兰 一道 声音很是突兀地 在寝宫之中响起 是谁 严徐兰心中一颤 随即立即停止了修炼 双眼猛地睁开 两道目光 犹如实质般 射出 扑 一道剑气 一煞而逝 严徐兰脸上 表情一僵 一句话没有讲得出来 就直接倒下了 同时 她的仙气 还有空间戒指 直接从她身体内脱落 随后一背负着仙剑的男子 出现在床边 正是秦宇 唉 好歹也是一个 一级惊陷的原因啊 不能浪费了 秦宇抓住那原因 直接收入了自己的燕玄之剑 随后将这严徐兰的仙气 直接收了 秦宇抓着严徐兰的空间 戒指 先时 仔细观察一番 传讯灵珠竟然有三颗 还有一些仙气 最好的才中品仙气 未免太差了点吧 极品原零食 只有八颗 秦宇有些不满意 实际上秦宇对 严家的财富 并不是很了解 她也是到最后才明白 严家的财富 到底有多少的 身形一闪 消失在了寝宫之中 只留下严徐兰的尸体 躺在那床上 第二天清早 家主 家主 门外的两个下人 连续喊了数声 都没见屋中有什么反应 最后两个下人相识一番 家主怎么回事 难道出去了 应该出去了吧 否则以家主的修为 即使 睡觉也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岂会没有反应 好 我们进去整理房间吧 这两个下人 随即坦然地推开了房门 便要打扫整理屋子 然而 当他们慢慢整理到 床铺旁边的时候 便看到了已经倒在床上的那具尸体 家主 仅仅一会儿 严家家主生死的消息 便传遍了整个严家 大量的严家高手 开始疯狂地找寻可疑的凶手 但是严家人都明白 能够不声不响 杀死严徐兰的人 除了严家大长老 他严家其他人 根本不可能抓得到 严山城一处庄院内 小姐 该回去了 风月星有些不安全 一名老者对绿衣女子恭敬道 绿衣女子嘴巴一鼓道 再玩几天吧 老者叹气道 小姐 昨夜那严家的严徐兰死了 我刚才用先试探查了 一番 在严徐兰被杀死的地方 竟然没有探查到 丝毫气息留下 只有一缕极为伶俐的剑气 还能够勉强感应道 我判断 那人至少有八九级精线的水准 说不定有玄线的级别 这等高手 已经对小姐有威胁了 那好吧 绿衣女子无奈道 第十二集 情语第十章 光明正大 严徐帆 严徐谈 等一个个严家的长老 读齐聚大厅 大厅内 气氛压抑至极 所有人脸色都阴沉沉的 二长老 你老说说吧 严徐帆出声道 严家二长老 严硕脸色有着一丝苦涩 深吸一口气 同时脸上表情 也渐渐坚毅了起来 各位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在昨夜 我严家的家主 已经被人杀了 甚至于居住于周围的人 没有一人发现有丝毫动静 二长老严硕 扫了众人一眼 大家现在都在拼命 在找凶手 但是我知道 那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能够杀死徐兰 至少是惊仙高手 那凶手如果要逃 昨夜估计就会 直接施展大挪移 逃之夭夭了 我们想找都不可能 所有人都苦笑 对 现在严家大批人马 在疯狂地寻找凶手 的确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一个至少惊仙的高手 一个大挪移 就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 怎么可能被抓住 二长老 被人杀了我们家主 难道我们要忍气吞声 就不报仇了 严徐帆怒声道 老四 冷静点 严徐帆冷声道 二长老严硕摇头道 我们严家实力太弱 靠自己绝对不行 严徐帆眼睛一亮道 二长老 你的意思是 二长老严硕点头道 对 我们只能想办法 让御剑宗帮忙了 如果御剑宗肯帮忙报仇 成功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但是我们和御剑宗 没有多大关系 只能让大长老出马 毕竟大长老 是御剑宗的弟子 可是大长老在闭关 严徐兰的妻子苦笑道 二长老点头道 只能等 这一次大长老是闭关 要一举达到七级惊仙境界 这个时候 无论如何 都不能去打扰大长老 如果去打扰 使得大长老 我们就是严家的罪人了 大厅内所有人都点头 相比于严徐兰 大长老严高 对严家更加重要 严徐兰死了 没事 严家依旧可以 傲立在风月星 可是如果严高走火入魔 魂飞魄散 那他严家 估计会立即被另外两大家族 给压制下去 甚至于永不翻身 等 只能等 二长老严硕质地有生 就在阎山城的一座 偏僻小庄院内 这个偏僻的小庄院 原本属于一个修真者 秦宇 花费了一块中品园零食 便购买下了 对于那些修真者而言 一块中品园 零食价值远远超过一个小庄院 庄院一个屋子中 秦宇正处理着严徐兰的东西 没想到啊 这仔细看一看 严徐兰这家伙 还真是够狠的 秦宇看到一份份的 欠条 按照秦宇的理解 这就是乾隆大陆上的高利贷 欠条上的血世手印 更是让秦宇看得心头一颤 随即一道紫色天火 从秦宇掌心飞出 直接将数百张欠条 给烧成了灰烬 秦宇这一烧 那些写下欠条的人 心中自然有感应 这些人 大多被那些欠条 都折磨得快疯了 现在感应到欠条被烧掉 倒是让他们一个个喜不自胜 这代表他们 根本不用再还钱财了 怪事 怪事 百万年来 几乎都是严家 在掌管那星球传送阵 按道理财富 至少是严家的百倍以上吧 这个家主空间戒指内 最起码有个几十亿吧 可是 只有一亿 秦宇先十一扫 所有的圆灵石 便得到结果了 严徐兰空间戒指内的圆灵石 价值 只有一亿而已 好歹 还是一个家主 为何会如此少呢 算了 还是进行修炼一段日子吧 秦宇盘膝坐下 他并没有回到自己的本尊肉体中 还是留在剑仙傀儡身体内 因为他修炼 只是进行灵魂修炼而已 所以此种状态照样可以 先磨妖剑内 一切实力说了算 杀了便是杀了 如果心慈手软 根本不可能活得太久 在修炼的无限岁月中 秦宇的心也是越来越冷酷 或许唯有内心最深处 那份亲情 那份爱情 那份兄弟之情 是永恒的吧 严家剑仙殿内 一名白眉中年人 盘膝坐着 提表叨叨 灵力的剑气在吞吐着 忽然 白眉中年人的两根白眉 陡然飘起 全身所有剑气 完全收敛到极点 一种恐怖的压抑气势 覆盖了整个剑仙殿密室 白眉中年人 脸色也涨红了起来 红 旋即 脸色又发紫 鼻孔呼吸间 两道灵力的剑气 从鼻孔内射出 旋即又飞入着白眉中年人体内 一次次循环 剑气越来越短 忽然 白眉中年人 整个人身体一颤 砰 无数的剑气 从白眉中年人体内射出 射向四面八方 在这无数剑气 暴射下丝毫无损 成功了 我终于达到七级金仙了 白眉中年人 眼睛睁开 目光如炬 这白眉中年人 正是闭关修炼的颜高 他感应到自己到了六级金仙的巅峰 距离七级金仙 只是一步之遥 所以便闭关已做突破 果然成功了 这颜高 乃是御剑宗三代弟子 在三代弟子中 实力算是中下 御剑宗一代 便是宗主 唯一一个一级玄仙 御剑宗二代八名弟子 有七名九级金仙 还有一名八级金仙 御剑宗三代数十名弟子中 九级金仙的就有六个 八级的也有十几个 七级的也极多 剩余的都是六级金仙 白眉中年人 如今达到七级金仙 总算是勉强成为 这一辈的中等了 师尊 我达到七级金仙的境界了 颜高当即和自己师尊 报喜 颜高的师尊余点 乃是御剑宗二代弟子 是二代弟子之中 唯一一个八级金仙 但是在管理宗派运转方面 颜高的师尊余点 却是绝对的第一 所以余点地位还是极高的 徒儿 你终于达到七级金仙了呀 太好了 我早想你来帮我忙了 可是你过去六级金仙 担心你压不住场面 这样 过些日子 你到红叶星来 颜高的师尊很是高兴 用人 用自己弟子 才是最放心的 师尊 放心 弟子安排好族内事情 一定会立马赶过去 颜高心中大喜 再小小的风月星 又会有什么成就 红叶星乃是银贤星系 核心星球 到了那高手更加多 在那里发展 才会更加有前途 而且颜高 甚至于想到 通过预见宗 最后能够到羽皇身边办事 断了 传讯后 颜高脸上满是笑容 风月星的利润太少了 到如今 我才得到一件几品攻击掀器 这还是师尊帮忙弄到的 等到了红叶星 我以预见宗负责人身份 办事 不但有面子 而且宝物想必 也能够弄到不少 颜高鲜石散发开去 颜硕 徐兰 我已经工程可出关了 颜高直接鲜石传讯到 但是颜高忽然发现 自己根本 找不到徐兰的讯息 随即鲜石开始扩张开来 可是搜遍了整个延山城 都没有找到颜徐兰 大长老 家主 被人杀了 颜硕鲜石传讯到 颜高脸色一变 他刚刚达到七级惊仙 又受到师尊任命 心情大好 谁想转眼就得到了这么个人 让人愤怒的消息 凶手呢 颜高传音道 二长老 颜硕传音道 大长老 凶手是在夜间 不声不响 将家主给杀了 没有任何人看到 凶手样貌 一点讯息也没有 我们也根本抓不到 大长老 脸色更加难看了 带着我出去再说 大长老强压心头怒火 大长老出关的讯息 很快便传遍了整个颜家 颜家凡事 有点地位的子弟 都齐聚到了大殿之上 颜徐兰的死 对颜家影响不大 因为大长老颜高 才是颜家的支柱 秦宇在颜山城 买下的偏僻庄院内 大长老先时 在覆盖整个颜山城 搜索颜徐兰的时候 便惊醒了秦宇 秦宇和大长老颜高 在灵魂境界上 虽然相差 非常的大 可是秦宇灵魂融合流星类后 不但和天地契合度极高 同时也非常的敏感 大长老的先时 都可以清晰感受到 老家伙出关了吗 秦宇停止了修炼 站了起来 目光投向颜家大殿方向 随即秦宇整个人 便凭空消失了 颜家大殿内 叽叽喳喳的声音 在大殿内不断响起 如今颜家大殿内 聚集着一百多人 这些人都是颜家的精英上层人物 当初被秦宇迷魂的 颜武桃也在 当日 秦宇只是让颜武桃昏迷而已 并没有杀颜武桃 安静 颜徐翻朗声道 顿时原本吵闹的大厅 瞬间安静了下来 没有一个人敢再说话 因为大家猜到了 大长老也出来了 大长老 二长老二人 一前一后 从大殿之后走了出来 大长老颜高白眉飘飘 双眼目光犹如利剑一样 场上颜家子弟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大殿之上 有三个宝座 过去 大长老和二长老 都坐在两边 中央是家主坐的 而今日 大长老颜高 坐在了中央的宝座 二长老颜硕坐在一旁 我刚刚出关 就得到一个 让人非常不高兴的消息 徐兰他被人杀了 大长老颜高的声音之中 蕴含着怒气 下方的颜家子弟 没有一个敢发话 扫射了下凡的弟子一眼 颜高又继续说道 我知道这和你们没有多大关系 毕竟能够杀死徐兰 说明 此人最起码 是金县 今天召集大家 一个是要为徐兰报仇 第二个 便是选出新的家主 选家主 如果大长老 要选谁 估计没有人敢反对 选家主的事情 等会儿再谈 大长老淡然说道 现在要为徐兰报仇的 最大难题是 我们没有一点消息 敢问几位客亲 你们也没有发现一丝敌人信息 严家的客亲们 都无奈摇头 没有一点信息 这要如何查 我有凶手的消息 忽然一道声音 响彻整个大殿 只见一个瘦高的冷峻男子 走了进来 这男子脸上 有着一道剑痕 却更显着男子的冷 这男子背上 还背负有一把仙剑 背负仙剑 这是剑仙的特征 来人正是变换 模样后的情欲 只是这身体 是剑仙傀儡的身体 你是谁 谁让你进入我严家大殿的 严徐帆 第一个出生呵斥道 此次 争夺家主之位 严徐帆 便是最有力的争夺者 此刻当然要表现一下 你 闭嘴 秦宇淡然道 我是和严家的大长老说话 而不是和你一个小辈说话 秦宇丝毫不给这个严徐帆面子 连惊仙境界都不到 秦宇根本无视此人的存在 在下遇见宗三代弟子严高 敢问道友 是那派弟子 严高出生道 秦宇故意泄露一点气息出来 让严高察觉到自己的实力 严高发现 来人灵魂境界才八级天仙左右 自然不是太在意 只是秦宇背负仙剑 代表其很可能是剑修宗派 剑修宗派 有不少势力极强的 御剑宗 只是剑修宗派中一个小派而已 严高不怕秦宇 却怕秦宇背后的那个宗派 我 无门无派 秦宇笑道 严高脸色一沉 你来 是戏耍于我 大张望 此人擅闯我严家的大殿 已经是大罪了 现在还在这大言不惨 应该予以重诚 严徐坛也站起来 出声道 严高却看向秦宇 因为他感觉秦宇气势开始变了 变得灵力 我来不是戏耍你 而是杀你 话说完 秦宇的右手已经握住了剑柄 拔剑 破天剑绝之第七剑绝 只见一道灵力的淡白色剑气 破空射出 那严高也几乎同时拔剑 剑气也喷发而出 刹那 严高的仙剑框的 已一声落地 他的腹部出现了一个薄薄的剑气伤口 严高睁大了眼睛 缓缓倒地 那瞪大的眼睛中 还有着难以置信 一剑 七级金仙剑仙严高 死 整个严家大殿静静的 似乎所有人都被吓呆了 他们严家的支柱 他们严家的守护神 严高 竟然死了 一个七级金仙的原因 也不能浪费啊 秦宇抓着严英一笑 直接收入了燕悬之剑 随即整个人便凭空消失在了大殿 听到秦宇声音 看到秦宇抓着原音瞬移 离开 这个时候 大殿上所有人才惊醒过来 第十二集秦宇 第十一章 闭关 大 大长老死了 一个个严家子孙 都是一副正呆了的模样 大长老严高这么多年以来 在严家子孙心中 就是无敌的存在 就是他们严家的保护神 然而 今天在大庭广众下 大长老 就这么光明正大的 被敌人一剑给杀死的 抓凶手 抓住凶手 严徐帆狂吼道 随着这一声大吼 顿时整个大厅都乱了 严家子弟们 或是高吼 要抓凶手 或是惊恐慌忙起来 其实大家都知道 说抓凶手 只说说而已 能够一剑杀死大长老的人 要灭严家 也只是翻手之间的事情而已 整个大厅一片混乱 二长老 严徐帆 走到了二长老严硕身旁 二长老严硕 脸色难看 缓缓道 大哥毕竟是御剑宗三代弟子 来人敢将大哥给杀了 我严家每百年赚取的利润 九成都要上交给御剑宗 现在也该他们出手 为我们办办事情了 于典 严高的师尊 御剑宗二代弟子中 唯一的八级金仙 蓝湾星域一颗无名星球上 于典正准备通过 这个星球上的传送阵 继续前进 忽然他 感觉到传讯灵珠 有人传讯给他 取出了传讯灵珠 师尊 出大事了 于典的一名弟子平山 正给于典传讯 站在传送阵旁 于典摇头无奈 自己的几个弟子之中论星星 无疑是功力最差的严高 在星星上最是成熟 能够做到储乱不惊 对于严高 于典 有着一份特殊感情 因为 当初遇见宗的二代的八名弟子中 他就是功力最弱的一个 其他七人都是九级金仙 唯有他一个 是八级金仙 同样论对人性了解 管理大事方面 于典是八个二代弟子中 最强的 严高 同样是自己弟子中 实力最弱的 星星 也是最成熟的一个 看到严高 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 所以 于典此次 要离开银贤星系 他就准备让严高 来接管银贤星系的 核心星球 红叶星上的一切事宜 他是准备将严高 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平山啊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以后多跟你严高师弟学学 凡事冷静点 于典教训完后道 说 这么 着急有什么事情吗 师尊 严高师弟 被人杀了 平山的一个传讯 就让于典整个人一待 你 你说什么 于典有点难以相信 昨天他的爱徒严高 还传讯给他 说 已经突破了六级金仙 达到七级金仙境界了 可是今天却说 严高师弟死了 被人杀死了 就在他们严家的大厅上 被一个剑仙光明正大的杀死了 平山仔细说道 这消息 也是严家的人刚刚传过来的 于典 感到脑袋眩晕片刻 但是一会儿便好了 平山 你说是剑仙杀的 那剑仙是谁 于典有些怒气了 平山传讯道 世尊 我也不清楚 不过这事情 我仔细问过严家的人 严家的人 传过来一副杀人凶手的样貌 只是单单知道样貌 也不能确定凶手啊 如果凶手变换 容貌 于典掌管御剑宗大小事宜 仅仅一会儿 便从爱徒被杀的悲痛中 恢复过来 好 这事情 你们暂且不要管 于典开始吩咐了起来 如今红叶星的事情 就由你们大师兄 暂时来管理吧 至于严高的事情 等我回来再说 于典明白 能够光明正大 杀死七级金仙剑仙的人 实力绝对不一般 是 世尊 平山心中却是感到松了 一口气 他也能够感到 杀死严高的凶手 实力肯定了不得 他自然也懒得去查探 于典翻手 收了传讯灵珠 此次于典身负重任 出去办大事 他此次不单单是 代表遇见宗宗主 同时代表的 还有羽皇和魔戒一方 商定一项事宜 所以无论如何 也耽误不得 他现在必须感到 蓝湾星域的核心星球 蓝火星去 这一来一去 还有和魔戒一方 搞定那些事情 也不知道要花费多长时间 于典心中有些无奈 不过不管如何 羽皇的事情大如天 这事情办杂了 不但我倒霉 连师尊都要倒霉 先办好这事情 回来 再慢慢处理 阎高被杀的事情 于典随即步入了传送阵中 缴了三块中品园林石后 便被传送离开了 逐园中 柳明汉和柳家家主 正来感谢秦宇 秦先生 这一次事情 被杀死的消息 阎高一被杀 阎家将完全被柳家压制 秦宇一笑道 算不上什么感谢 毕竟我师叔收了你们的东西 只是有一件事情 我师叔有点不满意 什么事 柳明汉疑惑道 秦宇眉头一皱道 你们说那阎家 几乎一直在掌管 风月星传送阵 按道理那阎家的财富 应该是你们的百倍吧 为何我师叔 杀了那阎家家主和大长老 加起来得到的钱财 也就数亿而已 对于这点 秦宇一直疑惑得很 柳明汉和柳家家主脸上表情一僵 秦先生 这个你们不明白 柳家家主出生探寻道 秦宇看到二人的反应 明白自己可能又问了一个比较蠢的问题 只是自己对仙魔妖界的确许多事情不明白 不懂又怎么办 我当初和师叔说了 阎家的财产会很多 所以师叔杀了阎家那二人后 发现得到了钱财太少 便和我提了一下这事情 所以我才会询问二位 柳明汉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原来如此 秦先生 看来你的确不懂得里面的道道啊 这么多年以来 阎家在星球传送阵上的确赚取了骇人的财富 如果那些财富都属于他阎家 他阎家的财富自然超过柳家百倍以上 但是 阎家从星球传送阵上赚取的财富 并不是完全属于阎家的 超过九成的部分 他们是要上缴给御剑宗的 御剑宗最后也会把绝大部分钱财 上缴给宇皇 柳明汉感叹道 宇皇他占据那么大的势力 岂会不向他的手下收取钱财 御剑宗收取风月星的 而宇皇则收取御剑宗的 所以 整个仙魔妖界 绝大部分财产都聚集在宇皇 玄帝这些 站在仙魔妖界巅峰的人手中 秦宇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这和凡人界国家收税一样 一个城池的衙门会收税 但是这些税收 几乎都上缴给国家 现在这御剑宗 相当于衙门 收取风月星的钱财 而宇皇 玄帝等人 则是相当于一个个国家的皇帝一般 如此 秦宇便可以想象 宇皇等人的财富了 即使上缴大部分 但是严家在宇皇的羽衣下 自然是活的 滋润 论财产 最起码也赶得上我柳家的十倍之多 柳明翰转说道 所以比起来 还是投靠宇皇这些大事理 更加划算 秦宇一笑 柳先生说的 对 投靠宇皇 最起码星球传送阵的钱财 还有一部分 落到自己家族内 如果不投靠 估计一次机会都落不到 对吧 对 柳明翰点头 秦宇玄机又喝茶 不再多说 柳明翰赶到 秦宇不想再谈 随即道 秦先生 那我们就先离开了 不送 秦宇笑道 柳明翰和柳家家主二人 便离开了竹园 只留下了一堆 有价值数百万的各种仙丹 圆灵石等宝贝 这些玩意秦宇自然不在乎 寒书 秦宇出生道 柳寒书意气风发的 从外面走了进来 当即攻身道 徒儿拜见师尊 秦宇单手 一纸柳家家主送来的礼物道 这些东西 是柳家送来的 我也用不到 这些 就都归你了 秦宇似乎一点不在乎 柳寒书一正 世尊 你说全给我 柳寒书 还是感到有点难以置信 秦宇点了点头道 快收了这些东西 我还有不少事情跟你谈 秦宇的语气之中 蕴含着思思不快 柳寒书怕秦宇生气 便收了这些礼物 寒书 我收你为徒 时间并不长 但是这不长的时间里 我却感到了你的惊人变化 秦宇声音 显得有些缓慢低沉 变化 柳寒书笑了 这些日子 没有人敢对他不敬了 就是柳家家主 都亲切地招呼他 转瞬之间 他柳寒书成为了柳家的宝 柳寒书也飘飘然了 过去的你 修炼刻苦专心 但是这些日子 我看你修炼的时间 急剧减少 反而跟那些柳家子弟在外 聚会享受 我说的可对 秦宇声音冷了下来 柳寒书整个人一颤 这些日子 柳寒书的确是过得舒适 毕竟柳寒书并没有什么大的志向 在家族内地位得到提高 他已然满足了 这才会不思进去了 徒儿错了 柳寒书忙道 你没错 秦宇摇头 错的是我 世尊 你 柳寒书惊恐道 秦宇叹息道 如果我不出现 你如此坚毅地刻苦修炼 即使现在在人下 但是一日日坚毅刻苦修炼 你终会达到肚结期 等你肚结之后 无论是变成天仙 还是散仙 经脉等困难将不再存在 之后的你 将会犹如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 展示出最耀眼的光芒 一飞冲天 无人能够阻碍你 但是因为我的出现 让你生活发生改变 同样你的毅力 也不像过去那般坚定了 秦宇叹息一声 寒书 你可知道 你如今能够让众人尊敬你 是谁给你的 是师尊给的 柳寒书当即达到 的确 正是因为秦宇是柳寒书的师尊 这才让柳家家主对柳寒书看重 让柳家子弟对柳寒书恭敬得很 秦宇眼中光芒忽然淋漓了起来 盯着柳寒书道 寒书 你要明白一点 要被人尊敬你 一定要自己争取 如果靠师长的身微 忠不会长久 我在你身边 你能够如此舒适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不在你身边 就你那点在同辈之中 处于墨留的功力 还想得到别人尊敬 秦宇反问道 柳寒书整个后辈都渗出一阵冷汗 这一刻 他完全从这一段日子 飘飘然的生活中 清醒了过来 别人带来的忠不能长久 唯有靠自己得到的 才是最真实的 我也不想跟你多说了 我马上会闭关开始修炼 待得我出关的时候 我想看到你的惊人变化 否则 你就不必再喊我师尊了 秦宇淡然说道 柳寒书如今目光坚定了起来 恭敬道 是 师尊 弟子定不会让师尊失望 竹缘修炼秘室中 秘室中一片空空无一人 估计没人 能够想得到秘室地面上的一些 碎石颗粒 其中有一颗 就是秦宇仙府变化而成 而秦宇本人 则是进入了秦宇仙府中 修炼 秦宇仙府内 秦宇盘膝 左于空旷的花园内 一旁便是清澈的喷泉 忽然秦宇睁开眼睛 当年 秦宇看着不远处的石桌 他还记得当年自己和小黑 还有沸沸 三兄弟 在那石桌上开怀倡议 然而如今 他却只有一人了 父王等 亲人还在凡人界 心中的至爱丽儿 更是不知道在何方 即使自己两个 无话不谈的兄弟 也在遥远的妖界 无论是在朔淹 桑园面前 还是在柳明汉 柳家家主面前 亦或是在自己弟子柳寒书面前 秦宇都是那种 理智到极点的人物 可是秦宇 也想找人来倾索 过去 能够和自己的兄弟交流 如今呢 只能一人自己想想而已 茫茫宇宙 何时能够找到自己的兄弟呢 秦宇有种难忍的孤独感 那种孤独感 只会让秦宇表面更加冰冷 更加冷却 这一次闭关修炼 直接将灵魂 境界提升到一级精先境界 随后直接炼化那一级精先原因 好能够一举打开万寿谱 第二层 等工程便可出发了 秦宇已经按捺不住了 他多么的想要跟自己的兄弟相聚 随即平静心情 秦宇全部意识 完全进入灵魂之中 开始了三魂九恋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灵魂境界了 一年 两年 在灵魂第一层人魂空间中 修炼 秦宇根本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秦宇的灵魂也不断地蜕变着 第十二集秦宇 第十二章 御剑宗来人 银贤心系红叶心上 御剑宗山门所在 御剑宗大殿之外 台阶有九十九层 台阶之外更是宽广的广场 而如今每一集台阶上 都有着御剑宗的精英弟子 御剑宗的数百名精英弟子 在大殿之外排成长长的两排 从台阶一直排到广场之上 每一个御剑宗弟子 脸上都有着笑容 而在台阶最上方大殿门口 御剑宗宗主御亲子 携着四名清传弟子 以及达到九级精先 八级精先的三代 四代弟子等候着 世尊 此次宇典师兄立下了如此大功 御剑宗仲弟子 都是脸上有光啊 御剑宗宗主御亲子身后的 一名青年人微笑着道 御亲子脸上也满是欢喜 点头道 此次宇皇特地传讯给我 宇皇陛下也很是高兴啊 宇典徒 真是大大涨了我的脸面了 御典师弟在交际方面的天赋 那是不用多说的 御亲子身后 一名中年人也笑着说道 师祖 御典师伯来了 一名三代弟子出生道 顿时御剑宗的高手们 都朝下方看去 只见御典微笑着 从下方台阶 一级一级地踏上来 而在台阶两旁的御剑宗弟子们 一个个恭敬 以及崇拜弟 看着御典 全宗精英来欢迎 如此荣耀 御剑宗其他弟子 可是从来没有享受过 一级一级台阶 终于 御典走到了御亲子身前 弟子御典拜见师尊 御典恭敬地跪下 向御亲子行礼 御亲子当即伸手扶起了御典 欣慰道 御典啊 此次和魔界的交易 是御皇陛下十分重视的 能够取得如此成功 甚至于赚取的财富 比陛下预料的数量更加多 御皇陛下如今也重视你了 想必不久 你就能够到御皇陛下哪里去了 御典心中不由大喜 在御亲子麾下 办事成就有限 而在处于仙界巅峰的御皇陛下 办事自然会风光无限 御皇一高兴 随便赏赐的什么 都可能让御典受益甚多 恭喜御典师兄 恭喜御典师弟 恭喜御典师叔 御剑宗那一群高层弟子们 都满脸笑容地说道 虽然御典实力上 比同辈的二代弟子 稍微差上一筹 但是现在地位却是更高了 师尊 这现在还是猜测而已 能够常常陪在师尊身旁 才是弟子心中所愿啊 御典当即说道 御亲子微笑着 很是欣慰道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更何况为师 如果有个弟子 在御皇身边办事 对我御剑宗也是大有益处啊 师尊教训的事 御典恭敬应道 好了 不要站在外面了 现在可以开宴了 御亲子淡然说道 随即一场盛大的宴席 便在御剑宗大殿举行了 在这个大殿上 御典成为了主角 一个个弟子 都对御典敬酒 好一片欢腾 带得入夜众多弟子 才一个个散去 御典在那些师兄弟们的欢送下 这才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深夜夜凉如水 站在自己的庭院中 御典整个人的心 都完全定了下来 刚才大殿的喧嚣已经消失 有的只是无边的寂静 言高我图 为师原本想要让你 接下我的位置的 谁想你却被一个剑仙给杀死 这十年来 为师一直全身心 投入羽皇陛下的大事中 没有时间来为你报仇 而如今 为师终于成功归来 为师逗留在银贤心系的时间 怕是不长了 在这不长的时间中 为师会尽全力为你报仇的 看着无尽的夜空 雨点心中 却是杀意奔腾 风月星传送阵处 一个传送阵占地极广 有十米长宽 各种福转印记 还有各种金石等等非常复杂 传送阵刚开始建立的时候 很复杂 但是建起后以后 维护就简单了 风月星共有三个传送阵 可以通往三个地方 传送阵旁边 一般也就数十人马而已 然而 今天风月星传送阵处却是 集结了不数百人 为首的便是 严家的新任的大长老 过去的二长老严硕 以及新任的家主严徐帆 严硕和严徐帆 静静等着 不敢有丝毫懈怠 大长老 你说那雨点前辈 什么时候到呢 严徐帆巧声到 严硕摇头到 谁知道 传讯灵珠中的讯息 是今天到 谁知道是今天的什么时候 我们只要在这等着 便是 这些年来 那柳家和王家 开始不断压制我们严家 而今天雨点前辈前来 就是我们严家的希望 严徐帆点头 自从当初的大长老 严高生死 以及当初的家主严徐兰 生死 严家的两大金仙高手 都死了 没有一个金仙高手的严家 自然备受挤压 即使前年严徐帆冒险突破 达到了一级金仙 可是刚刚踏入一级金仙的严徐帆 根本无法敌得过柳家 何王家 静静等待中 忽然其中一个传送阵 光芒大胜了起来 顿思数百名严家人马 都集中精神 一个个恭敬非常 然而 出现之人 竟然只是一个矮胖子 功力更是只有二级天仙 那矮胖子 看到眼前数百人在攻营 吓得满头冷汗 他想不明白 怎么这么多人欢迎他呢 数百名严家人马 看着这个矮胖子 也是心头一阵怨气 将其速速弄出去 严徐帆当即喝道 一名严家子弟 出手将那二级天仙矮胖子 给带走了 而严家子弟继续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天间间开始暗了 就在傍晚时分 传颂镇再次亮了 所有严家子弟 都恭敬等待着 带的光亮消失 只见五个人 出现在了这传颂镇内 这五个人 任何一个人的功力 严徐帆都看不透 至少是五个精线 不管是不是雨点一行人 严徐帆也不敢不敬 严硕 严徐帆何在 其中一个年轻人 贺道 在下严硕 在下严徐帆 严徐帆又继续道 敢问五位前辈 是雨点前辈一行人吗 这五人正是雨点一行人 这五人之中 实力最弱的 也是七级精线 正是 那年轻人出生道 年轻人继续道 我叫陆操 是严高的师弟 你们几人听着 这位便是我的师尊雨点 说着 这个陆操 看向一名冷着脸的中年人 拜见雨点前辈 严硕 严徐帆当即恭敬道 而其他严家子弟 都是恭身行礼 这位是桓玉师兄 桓玉师兄 是我师伯弟子 如今功力 更是达到九级精线 陆操 只向一名白发 年轻人说道 严硕和严徐帆 顿时心中一颤 九级精线 这可是了不得的人物 拜见桓玉前辈 严硕和严徐帆二人 再次行礼 那桓玉只是淡淡点了点头 这一次 还是给他与点师叔面子 才过来的 否则怎么可能来到 这种不出名的小星球 这位是我师兄丰莲 丰莲师兄 也是八级精线啊 那陆操继续介绍道 八级精线 对他们而言 也是高高在上的呀 拜见丰莲前辈 严硕和严徐帆二人 又恭敬行礼 陆操继续道 这位是桓玲师兄 桓玲师兄和丰莲师兄 还有我 都是与点师尊的清传弟子 桓玲师兄也达到了八级精线 又一个八级精线 严硕和严徐帆二人 又恭敬行礼 拜见桓玲丰前辈 最后一个 我 功力稍微低点 七级精线 陆操但笑着说道 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 你们直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们通报师尊 这个陆操很显然就是个办事的 即使是七级精线 严硕和严徐帆也是行礼 随即一行人直接去了严家 严家某个大厅内 于点坐于大厅主座 而还封 封连 陆操以及于点的师侄 还于四人分坐两旁 大厅中央正站着三个人 严硕 严徐帆以及一名清虚老者 于点前辈 我们遵理的吩咐 悄悄侦查王家和柳家 一直没有妄动 这位老者便是过去柳家的客亲 从他口中 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严徐帆恭敬道 说 于点眼睛一亮 严徐帆目光投向那清虚老者 清虚老者当即恭敬达到 前辈 在大概十年前左右 柳家来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客亲 这位客亲功力深不可测 同时还有八级天妖的手下看门 最后甚至与柳家家主 和柳家的大长老连妹去拜访 不久 严家的大长老和家主都被杀了 于点看向严徐帆 你所说的那个王家 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严徐帆摇头道 王家并没有出现什么陌生的 特殊的高手 现在看来 这个柳家新任客亲最有嫌疑 于点前辈 你不是说了吗 我大哥 他并没有得罪什么高手 可能性最大的 便是和我们有根本利益冲突的 王家和柳家 于点手中茶杯棚的声放下 和桌子撞击声响彻大厅 让严徐帆和严硕 以及那客亲不由身体一颤 柳家客亲嘛 于点目光发寒 这个客亲你带回去 你们将那个柳家客亲的信息都给我 这事情我会来处理 于点冷然说道 严徐帆盲道 是 于点前辈 已然是深夜 凉风袭袭 然而黑夜深处 却有五人御风而行 世尊 这个柳家客亲 还真是有意思 自从当了柳家客亲 就一直闭关 这么十年来 竟然一直没有出关 陆操笑着说道 五人中实力最强的九级 金仙环玉冷笑道 这样也简单 不用我们满天下去追他 到时候直接将他抓着 宁可错杀 也不可放过 于点沉吟道 这个柳家客亲 我总感觉严高徒儿的死 和他有关 世尊 我们五人一同出手 除非他是先帝级别高手 否则修想活命 更何况 环玉师兄 可不是一般的九级金仙 他还是攻击力最强的剑仙 就是面对一般的一级先帝 也能够不落下风 风连笑着道 其他人顿时都笑了起来 御剑宗身为剑修宗派 仙人中一般同级高手 都是远远不及剑仙攻击力之强 不管如何 大家还是需要小心 你们可别忘记了 刚才那个严家的新任家主所说的话 于点 脸色严肃了起来 达到七级金仙剑仙的言高 是被一剑杀死的 环玉 陆操 还风 风连四人一正 脸上笑容瞬间消失个干净 一剑 一名七级金仙的剑仙 只一剑就杀死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世尊 我想 那个凶手总不会是先帝吧 我可不相信一名先帝会无聊到 去对付一名金仙 陆操大笑着说道 对 先帝会降低身份去对付一名金仙 还风 风连也笑了起来 五人之间的气氛也轻松了起来 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 一名先帝高手会来到一个风月星式的小星球 只为对付一名金仙 好吧 去柳风城竹园 抓那柳家克青 琴玉吧 于点淡笑道 当然一切 还是按照计划 按照五行连环见证 狮子伯徒上须尽全力 我们也不能有丝毫大意 是 世尊 四名 三代弟子 同时恭敬应命 五大高手速度陡然加快 化为五道剑光 瞬间消失在天际 竹园之内 朔雁 赃源二人在密室上方的庭院中休息 他们二人这么些年 从来没有离开过竹园 因为琴玉就在密室之中修炼 主人已经闭关十年了 不知道主人如今达到什么境界了 赃源笑着道 朔雁沉吟道 以主人神奇的修炼速度 十年 怕是远远超过我们了 估计也能够开启万寿谱第二层了吧 到时候 万寿谱第二层中 无数的妖王出来 我们估计就没有机会为主人办事了 正当朔雁和赃源唏嘘不已的时候 扑空气震荡 整个竹园的竹子根根爆裂开来 无数的竹叶飘洒开来 覆盖了整个竹园上空 旋即整个空间都开始震荡了起来 灵力的剑气 犹如无数的飞剑一般射向竹园 扑 竹园的侍女 护卫被密密麻麻的剑气 直接射穿 残枝满地 鲜血 洒满了整个竹园 惨叫声 死喊声 剑气破空声不绝于耳 整个竹园一瞬间 完全陷入剑气地狱 秦宇出来束手就擒 一道声音响彻整个竹园 同时五个天神一般的身影 出现在竹园上空 分布五个方位 身后皆是背负仙剑 手中更是节欲见踪见绝 第十二集秦宇